来到八路大军备战一百世界杯的part 2 既然part 1就讲到西班牙 现在part 2就立刻开始讲西班牙这个礼拜备战的情况 这两场的友赛,其实我对于西班牙备战的情况 就觉得一般的 因为他们真的没什么去用过 一些陆业球员在国家队里面打两边 会有什么效果出到来 很多时候都是用小主角 其实国家队里面有不少的陆业可以选择 例如车路士的帕道 拿波里的荷西卡利组 切尔达的艾斯帕斯 和王马的劳卡斯或斯基斯 甚至有人跟我讲 就是拿华斯都是选择来的 这些球员全部都可以拉边做陆业 可以帮手插入 但是他们很少用 对德国的赛事 都是用三个主角 一个陆业都不摆出来 其实都已经看见了 就是这么多主角一起打 主攻的效果都不是太多 只是互差而已 没有人插入 没有什么突破能力 而且打反击还要非常缓慢 所以按道理 第二场的友谊赛 对着亚根廷 就应该要用多些陆业 不要用那么多主角 但是对着亚根廷 其实他们都是倾向用很多主角出了来 即使大胜 都只不过是一口笑 你看到 迪基亚开龙门球出来 又入一球 理论上 你看到 就是无论对手的 级数 和战意 都很有问题 这场赛事 其实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认为 西班牙如果肯用一些陆业 而且尽量分开主角来用 其实要去到世界杯的四强 并不是很难 但是如果真的要过得德国那关 进入决赛 就真的要考一些功夫 part 1的时候 我都说了 德国已经准备去打反击迎战 西班牙的四强赛事 他们呢 德国虽然不是说做得非常之好暂时 但是起码呢 已经是找到适合的方法去对应 和在练 但是西班牙又怎样呢 有什么取态可以对德国呢 是不是都是打主攻呢 理论上如果真是一个支点 一个主角 再加两边的陆业去打主攻呢 依然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两场的友谊赛 都没什么怎么练过 都是用了主角而已 而且啦 也都没尝试过用第二套方法去两手准备 例如 试下打反击 其实呢 他们 国家队里面呢 都是有打反击的人选的 例如呢 打反击的铁三角的选择 包括有 王家马德里的阿辛斯奥 可以做超级连结人 这个可以说呢 世界有级数的了 另外哥斯拉打反击 当然都是世界有级数的 只要再加多一个有速度的球员 例如鲁迪高 或者我提及过的陆业球员 都可以的了 但是西班牙呢 都是没有试过去练一下这样做的 这样的话呢 西班牙这一届的世界杯呢 只可以选择继续维持着高度的控球率 控球在他的方法了 如果呢 重复四年前巴西世界杯太多主角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要入决赛就真的很难了 甚至呢 去到十六强对着乌拉圭呢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了 会老鼠拉圭的了 希望西班牙呢 会重视下 正视下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流失这一届呢 就是世界杯的机会了 那刚刚呢 就说了英格兰 德国西班牙呢 其实他们呢 全部都是下线那方面的球队来的 那现在就开始讲讲上线的情况了 那上线呢 有队球的 叫做比利时啊 那先讲比利时呢 那我之前呢 就没有详细去讲他们的友谊赛赛后评 那不过呢 我看到他们尝试用三中坚的阵式 那有奇运迪布尼 打box to box 他们绝对有空间可以放胆玩3-4-3 那打多些呢 就是高速来回球 可以放大前面的是 梅顿斯啊 哈萨特 和劳卡古的能力实力的 那虽然呢 足球理论上 是容许他们打4-3-3 中短期进攻的 因为呢 他们有个非常之劲的 半主角球员 哈萨特 那而且呢 梅顿斯 在拿坡里呢 都是不断打中短期进攻 都是连贯连熟的了 亦都很有进步呢 那按照道理应该可以打中短期进攻啦 那不过我和教练可能呢 都有一个想法 都有一个担心 不够胆用4-3-3 就是因为呢 比利时连续两届的大赛呢 只要控球在脚 面对着密集的话呢 很多时候都进入主攻陷阵 不懂得尽快完结攻势的 那长期这样呢 去模仿曼联用 劳卡古明满明满屈肌 也都不是那么可取啦 也都会浪费了 你有个夏萨特 那倒不如呢 打高速来回球好过啦 那三中坚就是好的选择啦 那其实呢 他们在分组赛呢 一直走 走到落八强呢 先要对着巴西啦 那其实呢 包括巴西呢 这些大班的对手呢 都很多时候是会选择死手 或者找手反击的 那如果比利时 真是被他们 哄到入了主攻陷阵的话 就会几大问题的 那三中坚 当然就可以避免到入主攻陷阵啦 这样呢 才可以确保一路走 走到落去八强 才要对着巴西呢 那如果呢 去到八强比利时 真是对巴西呢 那如果要我真是 很快地讲一讲这场八强大战的重点的话呢 我会就说呢 就是行军速度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 大家都很快的啦 那但是关键呢 就是两队球 左右二杂 或者左右两个Wingback 实力的差距 那还有呢 就是劳卡古 和耶稣把握力的差距的 好啦 既然讲到巴西呢 那就讲到巴西了 这个星期的友谊赛里边呢 第一场的赛事呢 他们终于都知道了 如果真是打42314个进攻 怎么去主攻呢 是会老鼠拉龜 因为不够绿叶球员在的 那应该呢 会试到个问题出来啦 所以对着弱队呢 我认为都是要打433啦 我认为就算要出古天奴都好 位置也是中场中 不可以是进攻中场 不可以给他做主角啦 依然呢 是433中短期进攻 多点尽快完结的攻势 不要呢 就是长期老鼠拉龜 入主攻陷阱啦 第二场的赛事呢 对着德国呢 那我就觉得呢 他们露了少少底出来 很明显呢 想赢德国呢 用了些真的功夫出来 虽然呢 值得庆贺 他们真的有能力去赢德国 那不过呢 真是呢 就是说了给对手知 或者大家知 他们的实力抵运 好彩啦 尼玛都未在的 都叫做呢 就是没有整条底裤露出来 出来给人看 叫做走了少少光而已 啊 而呢 没有尼玛的时候 看来呢 车路士的是 韦利安呢 真的要肩负起做 半主角的重任了 那总括而言 两场的友谊赛 巴西都叫做呢 就是起码测试到 如果呢 巨星领导人不在的时候 球队呢 应该要找哪一个呢 就是担戴琪做下主角 或者做半主角的 而其实呢 另外 还有一个国家队呢 是应该要为了巨星 若果缺阵 而作出一个呢 两手准备的哦 那这个国家队呢 就是阿根廷 那我们下一部分呢 就会讲到阿根廷的了 那这里呢 又要呼吁啊 大家帮手 按一下广告 按个广告 彈个广告视窗出来 因为这样做的话呢 除了可以鼓励到小弟 和令到小弟 是可以继续专注做这个频道之外 大家也可以免费继续看片 听片嘛 那广告呢 有多种 例如用电脑看的话呢 我片的里边有Banner广告 我片的右边都有广告呢 那click一下它呢 就OK的了 那如果用手机看的朋友 也可以留意回片的下边的广告 按一下它 就会弹个广告视窗出来的了 那另外 youtube还会时不时呢 在片的之前 插入一段呢 就是 片的广告啊 有声广告啊 那大家除了播了它之外 还可以 就是 click一下这广告 弹个广告视窗出来的 那如果用这个呢 就是电脑看的话呢 那一条广告link 是会出现在这个广告的左下角呢 用手机看的那条广告link呢 是会出现在这个广告的右上角的 那下一部分我们再见了 拜拜